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房子 又有完美的房子 它的价格也不一定完美 你好我是Michael 欢迎收看房事之多少第九集 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参观的project是 Swasana by Palomo Let's go So 进到来它的entrance security 的site 这边是不需要用任何的卡的 因为它是直接用autoscan When 你的车过的时候 这边就会显示你的car plate number 出来 Do welcome 你进去 顺便record down 来到了它的corridor So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这个corridor是没有这么通风的 因为都是密室 基本上这边的光线都是靠着这些灯 来打光线罢了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是24小时亮着灯 这个走廊它的宽度其实就是样广 再来的话就是说也会发现到的就是 因为它是不通风的 那自然而然那个回音就会比较大声一点点 也就是说我走回来 有人开这个lift的门进来 corridor走走走走走 晚上比较吵或者是可能人家party回来 那个回音是一定会存在的 基本上你可以听到所有的声音 来到了unit的门口 它是完全没有foil的 也就是说你直接进门就是你的屋子了 So 我们来check out一下整个的layout 这个是一扇一扇方车的unit 从foil我们走进来 左手边就是有一个rack 直至去就是看到一个open kitchen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wet kitchen 所以它的另外一个side这边 其实是有一个master suit 你是可以变成dual key的 因为它会有两个门 那另外一边进来的话就是 有另外的三间房 junior suit bedroom 3 bedroom 4 如果是说你要自己ownstay在这边 这一间你要租给人 也是ok 然后客厅是蛮宽的 then你的dining table可以放在中间 这边是有一个给你放鞋子 或者是换鞋子的地方 来到了客厅 因为基本上它这个unit 它的layout是打横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客厅 其实是偏宽的 基本上如果是说你放在这个side 你要放一个80寸90寸的电视机 不是问题 你的dining table你可以放在这个area which你是可以做到一个sake sitter 来到了它的kitchen 这边你可以放一个island top 然后这里是可以放一个冰厨 oven 因为这个area是属于dry kitchen 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dry wack kitchen的光线度也是很natural 因为都是用着玻璃门 来到了它的wack kitchen的area which这边你是可以拿来放你的洗衣机 洗手盆的一个厨 so 这边如果你要这样子放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dry and washer together 然后这个side的话就是你有可以煮东西的地方 基本上是很足够使用的啦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这边是没有开任何灯 or daylight 是很光的 我蛮喜欢这个aircon ledge 它是直接可以做一个门 然后走出去装你的aircon compressor 因为我觉得装compressor 装aircon的人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so 发展上有想到一个点就是给它们比较容易的去安装 也比较安全 基本上跟上一集我去review的setia skyview一样 这一个它是没有balkney的 但是它也是给你一个balkney的feel 就是它也是有放一个steel 然后一个玻璃给你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通风一点点 你就把你这个门打开 你就有变成balkney 这一次的话我就蛮喜欢这一种的做法 如果还记得上一集的skyview的话呢 这一边是空洞的就是都是steel的篱笆 这样子罢了 Wish我有谈到的就是 如果小孩子他玩着一个玩具车 突然间这样子bop下去的话 它会造成可能他会想要爬下去 那这一个车的一个想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非常的危险的 但是刷刷那的做法就很不一样 我觉得很安心 因为呢 这个是temper glass 它的玩具怎么样都不会掉下去 来到了最小间的房间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你可以放下一个single bag 这个书座是没有问题 Wordrope也没有问题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 直接是向外面的 所以这里是有另外一间的junior suite which你是可以放得下 king size 然后一个makeup table 一个两扯深的 Wordrope 其实不一定说每一间房间 它一定是要 Full window才是好的 因为如果是说你的window旁边 是有一点点的墙壁 其实你也是可以做一个design for你的interior的一个parts 就比如像这样子的东西 在房间的另外一边 它就是有一个studio switch 你是可以做dual key 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道门 来到了这边 这边就会有它的toilet buff room 它给的spec是prime tax 背心也是prime tax 这一个空间老实说是蛮宽的 然后来到了shower 你也是可以看到他们是用full towels then这边有用另外一种的touse but then 我个人觉得这一个空间 会稍微浪费了一点点 因为真的是太大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shower carrier 弄大一点点 因为我这么瘦 其实 都是撞到了 从toilet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个 其实是高了一点点 因为走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剃到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 通常都不会拿到这么高 可能要把它弄斜去 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for handicap wheelchair来讲的话 这个也会稍微比较不方便 来到了studio的中间 它就可以做成一个built-in wardrobe 你可以做一个L-shaped wardrobe which supposedly来的时候是empty的 ok 这一个是partition 都是built起来的 你拿物质的时候 这整间房子是空的 but still 你还是可以放得下一个king size bit 你还是有一个很不错光线的窗口 so refuse chamber 其实是在lift的旁边 有一点小有一点窄 如果这个灯没有开的话 应该基本上整间都是暗的 从lift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sealing high 是偏低一点点的 但是我蛮喜欢它的house 是蛮漂亮的 做了有点marble的feeling 至于光线度来讲的话 也不错 因为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片的窗口 这个是它整个的building plan which in the lift 只有三架 在这边 这边还有两架service lift so出来会分a wing跟b wing 我们现在是在二楼 so只有facing8件 and this always the carpet 这一个是它的facilities list which in the ground floor 7楼 8楼 19楼 还有39楼 这个lift 算是走得蛮快的 by Lincoln's 但是很大声 那我现在在39楼 我们从隔壁看过去的话 这边就是有一个link bridge 可以直接走去kdu and这里就是i Hill 这边会有一个很长的park 会是叫mangaroon park and我们过来这一个site 这边就是lilial park angun is here deesign village 就在这里 那之前有人问我 Batukawan有没有坟墓的啊 其实一定会有 那这个坟墓的话 其实就会在这里 是很远啦 就在这个山 ok 有马来人的印度人的华人的 都在这一个site 就距离你的屋子是很远很远 因为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是在CMD来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布拉阿曼的jati 那我现在在39楼的rooftop 我们就可以看到 Batbitten courts 这边是有cinema 有karaoke 有gym 在我的后面 其实是有一个function hall 站在Batukawan的最高点 我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宾威二桥 so for your information 这个site 是Sinarans 然后这一边 是它还有另外一个face 听说是mixed development来的 这里是Virtu 这里是Sensasi 这边会是Colombia Hospital 然后这里是Deluxe expand the land ok 因为Binang State 想要打造整个Batukawan 成为greenery的一个concept 所以他们都会限制 基本上很多project 都要有一些greenery的东西 which 这一边是可以给你拿来种东西的 你可以看到有lemon glass 可以看到有bundance 还有一些herbs 至于能不能拿来用呢 要问一下management so far我来了过后 不停都会听到一些lori的声音 which应该是在发展中 但是它隔音的系统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吧 我现在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整个vacility的volume streaming部是长什么样子 Let's go wow 诶 很喜欢诶 好像走进一个森林这样 如果住进来的人会是学生的话 这边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给他们lap up啊 park tour之类的东西吧 因为很多地方可以走动 而且感觉是不会有那种很小的空间 这个也是很漂亮 这是它的实名部 wish 如果是说在这边游泳的话是可以看得到的 如果喜欢jogging 喜欢爬山的人 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给你散步 给你做一些运动 你看它那个track 我觉得它的vacility很有层次感 不会是那种就是一层楼 然后就是这样子flat过去的 它有很多个layers 所以你会感觉到 诶 这个地方其实很大 所以在你放工放学回来的时候 你是直接可以走来这个实名部的bottium这边 然后 躺在这边 先享受一下那个风站 nice bottium bottium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四周围都会有building so 你是没有那种直接一望无形的view的 哪怕那一个site到时候也会是高楼 因为这边是还有另外一个face会起来 如果你是在游泳的话 很多人会看着你 即使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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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Bottukawan的市场 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们 在我身后的这一栋 是整个Bottukawan的第一个building 我也是叫做sensasi 如果你从online search property guru也好 iProperty也好 它的rental 可以在400车左右 去到了900到1200块 per month 它的return是非常非常的positive 第一点我很喜欢Bottukawan的东西 就是它的风很大 你看 看到吗 因为这边都是平地 然后又靠近海 所以它的风是很舒服的 哪怕我现在只是在 第八楼 那我觉得它的car park 是比较多个round 会要走cross来cross去 cross来cross去 因为它的整个的shape的问题 其实它的car park 讲真不会很宽 你的车刚刚好进来 会不会敲到门 当然 不是每一个car park 都是这样子 这一个point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要买物质 记得问你的agent 或者是developer staff where is your car park 如果你拿到这样子的car park 想一下要不要换那个unit 因为你上S&P的时候 它已经给你知道 是在那里了 所以 当你拿锁时的那一天 这个car park 是没有得换的 一些developer 因为costing的原因 其实他们 是不会把 把这一个两只pole的中间 做成一个lot的 因为不管哪一个owner 拿到这样子的car park 他第一个时间 对这个project 一定会充满着抱怨 或者是不满 so如果是说今天 你真的要买房子 记得check一下你的car park 在哪里 如果是在KDU的学生 你住在Swasana 你很方便 只需要一张卡 你走过来这边 scan一下 直接过去就是KDU了 就在你的隔壁 Alright 又到了MyAdvice的环节 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 它的layout讲真 就算它是最小间的都好 900多车 也是做成两间房 所以它整个的空间感 在客厅是蛮舒服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它整个客厅的光线度 是蛮不错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它有做很多link bridge 它那边会有两条的link bridge 一个是可以直接通去Sansa Sea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直接通去KDU 所以站在学生的立场角度来讲的话 它不需要过马路 它也不需要开车过去上学 就可以通过那个link bridge 很安全的走到学校去上课 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它的facility 是真的很适合学生 我们可以看到Cinema Levington courts 它的游泳的地方 还有就是它那个leopard corner 站在大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 会选择住进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 那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说 刚才我们有看到它的走廊 其实它的走廊会是偏暗 然后回音会很吵 我曾经在KL住过一个Airbnb 也是同样的就是 就是晚上我回来 我从Lift那边 我一开门进来 碰 我房间我是可以听到有人走来 然后有人在我的corridor外面 大门前面走过 我是会知道的 有人在那边喊 在那边吵架 还是Receiver 我是很轻易的听到的 甚至相反的话 我在我的物质里面 讲话稍微大声一点点 可能party 还是音乐开大声一点点的话 我在走廊也很明显会听得到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 At the moment Target to rent for学生 其实还不是这样的理想 因为KDU的学生 Due to MCO 他也还没有学生进来 课也还没有开 如果真的纯粹 Target给学生的话 他的量也不会很多 因为就只有一个KDU 还有那个Panisola College At the moment So in the future 可能可以住给Colombia Hospital The nurse 之类的东西 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这一个Building 既然它是Target给学生嘛 如果是说 要OwnStay来讲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样适合 因为 我曾经也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我也知道 大学生的Life 是长这样子的 每天party 声音开大大声 打烟 如果你是自己搬进来 OwnStay with your own family的话 可能会稍微比较吵 再加上你看刚才那个的走廊 你一听你就知道 他会有很多吵杂声 So for OwnStay 对我来讲 不是这样适合 那下一个Point的话就是讲 你可以看到 从Facility Shring Pool的那一个Site 它的四周围 都是围绕着高楼 which就是in the future 这边 如果你是拿Facing Shring Pool的View的话 它是分分钟是变成没有View 那个距离感是变得没有那么宽 那我自己喜欢这个Building吗 还可以 如果做成Investment 如果真的是想要租给学生 我会打个这一个 因为它是最靠近KBU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会Fore OwnStay吗 No thank you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房子 因为完美的房子 它的价格也不一定完美 今天我的Project Review就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帮我share出去 我们下一个Video再见 See you 我很喜欢这一个Shring Pool的Color Tone 看起来很舒服 可惜现在不能有 要不然可以跳下去 这个Lab Pool 如果是有Target 想要租给学生的Investor 可以考虑这几间 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可以在这边每天看到 可能有一些Lang Loi Bikini 在这边游泳 所以出租率是会比较高的哦